好,我们炒股票有些很多我们的观众都不是看一两天这么短线的 好,长远一点的布局去看 它年底能够完成来香港做一个其中一个主要上市 又能够吸引北水买入 比如看到腾讯和美团其实都能够吸引很多北水来买的 这个消息你觉得这个部署能不能够长远利好亚历的股价呢? 长远的话我想不会差的 你说是不是利好呢? 我又觉得有个抵托在这里 始终你现在由没有北水变成有北水 变成一定会有钱是买的 这个消息一定是不会令到股价下跌 但是你说是不是一定要升呢? 那就没有一定要升的 如果每个都说有北水买得全部都升的 那就没有穷人了 这一样东西我想是要留意的 所以见到即时反应就一定是升了 因为我说你原本又没有变成有 所以就即时升了上去 你说昨晚ADR又回落了 ADS那边 可能因为中概差或者科技股都差 又全部都回落了 反而我反过来计算 如果真的说利好的话 我就觉得其实三八八相对是会利好一些 就是我想你很个别 就是九九八八就 因为你要明白以往的北水和现在的北水有些不同 以往的北水,我慢慢都是升了 买到了全都上去了 但是现在的北水都很 celui的 他会弄上升了 那是不是一定利好呢 我觉得这个需要商考 但是三八八有不同的了 那你真的会做Ьnh loan 现在那些北水能买 fueron 1989八八 我想怎样都会令成交是会会较高一点的 而且這個一定是利好的 所以變成昨天你308都升得不錯 其實升幅不會比阿里巴巴少的 這個要留意 你說長遠都叫做不利好都不是太利淡 但是見到今早就跌3.4 昨天都是升了4.8 差不多跌下來 其實一個好消息 或者大家那個好的憧憬 其實昨天已經一夜反映了 起碼反映了大部分 而且始終阿里巴巴這個消息 你說是不是叫做怎樣說 因為其實已經說了很久了 北水可以買 只不過是由原本說放寬那個規例 真的第二上市可以北水買 變為現在就雙重上市 變了就可以去買 我想兩個故事但其實是同一個方向 變了這件事傳了這麼久的話 那可能是不是在股價上 都有一些少許托底了呢? 我想這個是要留意 而且也是那句 北水不是很大 我想短期刺激是有的 但是你去到中場線去計 去到尾就看業績 或者看政策 這個可能是小菜一碟 是,好 大家留意著 下星期8月4日會公佈業績 好嗎? 好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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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